老大 又来了一批新人 欢迎你们来到黑水谷 到了这里 没有人能找得到你们 当然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所以 不管你们在社会上 有什么样显赫的身份地位 到了这里 在黑水谷 是龙盘着 是虎 卧着 各位的废话 我也不说了 这里的规矩只有一条 拳头为王 拳头大 才有资格享受 否则就只能做狗 明白没 明白 光靠嘴说是不够的 我要检验一下 自己删自己 你去大点 鞋子脏了 好 有前途 你 跪下来学狗教 你说什么 怎么 还要我说第二遍吗 虎哥让你跪下听不懂吧 咋肥呀 我的人都敢动 你们俩一起上 我把它废了 能让我苏浩神跪下的人还没出声呢 你小子挺狂啊 你以为收拾了两个小楼了就能跟我跳板了 什么 连黑水谷还没第三的虎哥都输了 听说黑水谷强者如云 凭实力说话 正好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今天我在这里插起求战 不服的尽管上 不服尽管上 尽管上 好大的口气啊 竟然是黑水谷排名第一的雪魔 他可是三星大师级别的强者呀 小砸碎 我看你出拳的架势 应该是位内功修炼的武者 不要以为欺负了一些普通人 就天下无敌了 就凭你这点实力 还差得远呢 哼 我感觉 你也不太行 找死 难怪这么慌 原来有点实力 如果你以为老婆就这点东西 那你可就错了 竟然是 还有谁 精彩 实在精彩 阁下的实力 让我叹为观止 为了表示对强者的敬意 我在房间 略被薄酒款待 不知可否赏脸 喝两杯 黑水谷谷主的面子 在下当然要给了 陈少 黑水谷传来消息 苏浩尘打败了排名第一的雪魔 被他们的谷主邀请进房间 供进晚餐了 好 我就知道三星大师拦不住 苏浩尘啊 苏浩尘 我果然没有算错 公知黄天报 苏浩尘已经入套了 他那边可以开始行动了 是 恭喜阁下成为我黑水谷新的王者 干杯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武功却这么高呀 公主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 你不喜欢吗 少他妈废话 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说 黄天报算的 没想到 你武功挺高 情商却这么低 实话告诉你吧 黄天报早就走了 哼 你这辈子都别想报仇了 没想到 你还是被陈少算透了 苏浩尘 你竟然认得我 陈少又是谁 你 你在我酒里放了什么 看来这堂堂暗店店主 也不怎么样 我只不过在你的酒里 放了一些蒙汗药 你就不行了 来人 把他给我关进密室 跟那个女魔头关在一起 就把他扔这儿吧 古主的蒙汗药 一般三天三夜特行怪 快走吧 一会儿女魔头醒了谁都火了 去去蒙汗药还想困住我吗 简直异想天改 要不是为了找师父的见识 早晚再烧死你 这怎么还有人脸呢 你吗 谁碰我 哎 谁碰我 听问 外面的守卫说 黑水谷来了一个强者 我看就是你吧 正好我好久没有杀人了 就拿你练练手 不是你干嘛 怎么一进来就动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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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 等一下 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什么 是那个死鬼让你来找我的 你认识我师父 师父 我当然认得他 当年他让我来黑水谷取东西 我俩遭到小人暗算 被关在这里整整十年 整整十年他都不曾来救我 现在又派你过了 简直是个缩头乌龟 师父林中情让我来黑水谷 就是为了救你 什么 他死了 对 师父当年也是招仇家暗算 得了案情 遇到我之后没几年 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你跟我师父什么关系啊 按照辈分来说呢 你应该叫我生师姐 师姐 怎么 不相信啊 不相信啊 那个死鬼最爱吃烧鸡 经常吃得满嘴 他最终爱的是鸡屁股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臭小偷香 等等 我相信了 你真的是我师姐啊 废话 不过现在我们姐弟俩同命相连 出不去了 师姐你放心 我肯定会带你出去的 你还是太天真了 这个地方是黑血口最深的密室 没有人能活着逃出去 行了这便是龙家 也是苏浩尘那个废物 当初入罪的地方 走咱们进去会会这个老太太 奶奶你听说了吗 苏浩尘那个家伙好像因为杀人 被人给抓起来了 我不信 我孙女婿为人正直 怎么可能杀人呢 现在又是大老板 就算是杀人 也不用自己动手啊 是真的 据说已经有照片爆出来了 确认就是他 早上那个战士小姐 已经带人啊 把星月集团的大楼给封了 所有人的那些小夏 也都被驱逐出境了 不可能 肯定是 有些人看不得我们龙家好 瞎造谣 这么多年没见 龙老太太 你还没死啊 哪来的混账东西 敢来我龙家撒野 找死呢吧 是我 黄天豹 你怎么来了 黄天豹 怎么龙老太现在都敢直呼老子的名字了吗 黄总说笑了 我龙家不敢惹黄家 不过我们好歹是高门大户 又找了个有本事的孙女婿 所以今天你要是不给个交代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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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